我會學到分身的功用 在搓氣球的這個程式裡面 我現在先把小貓做掉 把它直接刪除 那我去拿一顆氣球出來 然後這裡剛好就有氣球 很確定 那氣球是我的主角 我要讓它往上飄 從下面這個地方隨機的產生 然後產生之後就往上飄 那我先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那隨機的產生就是勾突到什麼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 從下面這個位置 我們再把那個座標叫出來一下 各位再熟悉一下座標 最後一個 這個座標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區域它的Y都是-180 -180 那所以我們如果要在這裡隨機產生 也就是說我的X座標是亂數 那亂數的範圍就是 負的240到240 然後Y就給它固定在180 好 所以一開始 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先讓它隱藏 外觀 隱藏 好 那等到要隨機出現的時候 再讓它顯示 好 所以隱藏之後呢 我就要讓它隨機的出現 那隨機的出現呢 我們就動作類這邊 移到什麼位置 然後這個Y呢 是-180 剛剛有講 -180 就最底下的地方 那X呢 要隨機出現 所以又會用到我們的亂數 再運算這邊的亂數 那範圍呢 是-240 X範圍到正的240 好 就把它丟進去 好 丟進去之後呢 我們希望它就移到某一個位置 然後就顯示 好 外觀就顯示 那這個動作呢 我希望它 就是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這樣的動作 所以我把它包起來 好 那包起來之後呢 那剛剛有講 這每一個程式 執行的時間很短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 直接執行 你可以試試看 好 有沒有 它就一直在那邊 閃來閃去 然後一下從哪裡出現 一下從哪裡出現 好 那因為它是本尊 本尊就只有一個 所以當它在下一個地方出現的時候 之前那個就會不見 好 好 那這個部分 再來 我們要講分身 當它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因為我到時候會有很多氣球一直往上飄 那在以前的做法 我就要複製很多氣球的角色 那個是舊版的做法 那新版有了分身之後 有了分身之後 我們就可以利用分身 在控制裡面 最後面倒數第二個 這三個都是跟分身有關的 那create clone Clone就是那個克隆人 就是複製分身 這個就是複製自己 所以你把這個基目拿來 好 當我們移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就產生一個自己的複製品 產生一個自己的複製品 那產生一個自己的複製品之後 它就會在那個地方產生複製品 那我們先來試一下 好 當綠製一點 什麼都沒看到 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顯示 好 你顯示加進去 它就會顯示了 但是這時候出現的是它的複製品 好 那 可是啊 我們希望這個主角不要出現 我要出 我要出現的是克隆人 所以呢 我們再加一個 當分身產生的時候 我的克隆人就要顯示 好 這邊產生了一個複製人 好 那複製人這個指令一出來之後 這個就會開始動作 它就會顯示 好 所以你看喔 有沒有 它的克隆人就會跑出來 好 跑出來 一直跑出來 那跑出來之後呢 我希望球往上飛嘛 所以這個地方就要往上飛 那往上飛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坐標 乖從負的180到震的180 總共360的距離 那360距離我如果要往上飛 當然我就是用移動啦 那移動的方式有很多種 有面向什麼方向移動 也有呢 用平滑的滑行過去 也有直接跳過去 瞬間移動 那也有改變坐標 好 那我們直接用改變坐標比較方便 好 這個地方你就可以讓小朋友去試了 好 那這個一次改變10 的話 那我要走360 就要做36次 所以我的控制這邊 重複 好 就36次 這樣就會走到最上面 好 所以我顯示出來之後就會走到最上面 那走到最上面之後呢 是不是應該就要消失 好 所以我就把這個分身給刪掉 好 所以我們來試一次 好 這樣就很多 一直產生往上 那如果你覺得太多呢 這邊產生的地方加一個 等待時間 好 等待時間丟進去 那這樣就一秒才產生一個 好 一秒產生一個 好 好像有點久 每次都固定一秒也很討厭 遊戲不能有固定的 一定要亂數 才會有那個感覺 所以 我們就加一個亂數 等待的時間 等待的時間呢 從0秒 0秒就是馬上就產生 好 然後到 比如說 2秒 好了 0秒到2秒之間 它就會產生一個 可是這樣 這樣 亂數 如果你的範圍都是整數的話 那它就只會挑整數喔 所以它要嘛就是挑0 要嘛就是挑1 要嘛就是挑20 那如果你希望比較 要 比如說我希望2.3秒啊 我希望0.9秒啊 那怎麼辦 你就把你的範圍 其中一個變成小數 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 兩位數更好 更精細 它可能會1.99秒出現 可能會0.12秒出現 好 所以你可以給它一個小數 它就不會那麼剛好 就是1秒或2秒 3秒這樣子 好 所以0秒到2秒之間 我讓它再縮短一下 0秒到1秒之間 就產生一個克隆 好 這樣子就 比較 比較剛好 比較剛好 好 來各位試一下 這一次比較長喔 比較多 我再順一下 一開始要隱藏 然後呢 我就讓它在下面的某個地方出現 然後呢 出現的時候 出現的時候 我希望就是下一次 下一次要再出現的時候 要等待一點點時間 然後就順便 產生一個克隆人 那克隆人出現之後 複製人出現之後 當分身產生的時候 我就要顯示啊 然後往上跑 跑到最上面 然後刪掉 就消失 克隆人就不見了 這樣子氣球就會都往上飛 那如果你是做那個 落死往下掉 這個 初死的位置就會不一樣 對不對 應該在上面 然後呢 往下這個 坐標就用負的 大概就這樣 好 來各位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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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